我就说 为什么人家去弄二奶 去赌博 去奢侈 你为什么没有 你告诉我那个没有的原因 刚才讲了 忘了讲了 就是一个 可能我刚才讲了 我受这个约束 一直这些年 是我养成守规矩的习惯 确实 这个性格心理形成的关键阶段 在部队渡过 这个可能有这个好处 这个东西 第二个呢 可能和我一开始就有一个目标追求 我说老实话 我一开始刚做生意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梦想 要成为一个优秀 甚至卓越的企业家 91年到香港 我就跟我哥们讲 我说 军约酒店那四个楼 那一个楼都好几十亿 我这个讲 我说将来一生一定要有一个楼 我说不往做生意一回 不往走生生一回 那些东西诱惑过您吗 我刚才说的那些东西 它真正的诱惑过您吗 诱惑是肯定有的 离视频客户端 全新上线